餐廳只准 外帶港人吃飯各出奇招 有駕駛自帶餐桌 也有人以車當桌 其實疫情下生意懶桌 更多餐廳乾脆暫時停業 炎炎夏日 想舒服的坐下來吃 無論茶餐廳或台式小吃都不容易 多了人選擇過自主生活 比較不會做太多的烹飪的手續 所以用這些調理包其實很方便 去年台灣農產食品 出口香港1191台幣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下 不少產品還有大幅增長 牛肉麵調理包 香港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市場上的反應非常的好 當中麵糞條製品增長超過一倍 豬肉及牛肉製品 分別增長了7成及5成 疫情之下 香港人來不了台灣旅遊及購物 所以就多買了一些台灣食品 來解殘 購買的也有不少是台灣鄉親 每次回台灣都買50kg左右的東西回來 那現在過年到現在都沒有回去 所以都時常來這裡買 香港期續10天確診數破百 回家自主生活 為台灣農產品賴來香雞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景華的報導